如果说到车圈里面的启名高手 我认为哈佛感应第二 绝对是没人感应第一的 在锦售及SUV里面 它不仅推出了哈佛神兽 酷狗 甚至刺兔等一系列名字奇特的车型 引起了消费者极大的关注 而当你以为这就完了之后 那你就大车特措了 继三位前辈之后 哈佛又推出了一款名字相当霸气的SUV 就是我身后这辆哈佛骁龙 当然了哈佛S6已经是家族的销量单单了 那么哈佛骁龙究竟与兄弟车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不难发现一个问题 在如今的主流市场 新能源已经是成为消费者不可缺少的选择 像是弯道超车的比亚迪宋帕斯DNA 就已经成为如今的销量冠军 而哈佛S6在新能源市场 并不是得到太多消费者的认可 所以哈佛骁龙定位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要抢占回新能源的市场份额 它搭载一套全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未来的竞品对手也是瞄准了比亚迪宋帕斯DNA 而它究竟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也带你们看一下 哈佛骁龙同样作为一款主导家用型SUV 它的尺寸表现也是相当出色的 它的车长达到了4米6 轴距达到了2米71 像是我坐在后排 它的空间康长度还是够的 并且它中间地板凸起并不是很高 如果长时间坐商人的话 也不会觉得太过拥挤 而且它的空间开阳感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像这种往前景天窗 已经是延伸到我脑袋之后了 如果长时间坐在车内 又或者跑高处啊 或者长度出行啊 坐在后排的乘客也不会觉得太过拥挤 当然啦 如果你还想哈佛骁龙不够大 它还有一款兄弟车型 又叫做哈佛骁龙Max 它定位中型SUV 尺寸也是比哈佛骁龙大上一圈啊 所以空间表现是比这个是更加好的 想知道动态表现怎么样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兵哥